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已经120年的一位战争 一般历史定义是1895年5月29号到当年11月18号间 台湾所爆发的抗拒日军接收台湾的流血冲突 今天我们要将针对这六个月的时间内的重要战役 带各位听众重回现场了解台湾鲜明的抗日历史 而与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柏阳文化的社长 也是台湾史的专家杨连福杨老师 杨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杨老师是不是能先帮我们简单先说明一下 一位战争那时候对台湾的意义在哪里 一位战争因为是在1894年前一年的甲午战争的时候 这个当时清朝在黄海战役被日本的舰队打败了 所以签下了马关条约 那马关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要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那在割让台湾给日本之前 当时的台湾巡抚是唐景松 他在各个台湾的这个地方士绅 以及官员的这个慫恿之下成立了台湾民主国 是 很仓促了 大概在5月16号当时成立 不过这个台湾民主国其实也很短 大概到6月初的时候就已经 这个随着唐景松 这个潜回厦门大陆 就整个寡解了 那到了5月25号 当时的日本军队就从这个澳底 就今天的台湾台北 这个共寮的岩寮 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共寮音乐祭那个地方 有一个所谓的抗日纪念碑 那你登陆了 登陆了以后 开始就往北打基隆 从瑞方基隆 那一直到这个6月打到这个台北 所谓进行6月15号进行所谓使证典礼 这短短的大概不到20天 就整个北方北部大概都已经拟定了 所以当时日本人对台湾就觉得他是来接收 可能他遭遇的抵抗不会那么强烈 可能一路就很顺利的 可以把整个台湾岛当时来接收 他到台北的时候还是这种想法 不过那个时候能不能先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那时候台湾人对于日军来接收 是不是有两派的意见 当时台湾对于日本 把蜻蜓把日本 把台湾割烂给日本 当时其实是蛮气愤的 甚至还发动了在北京的一些举人 一些读书人 发起的所谓公车上居 这样子的一个抗议活动 等于撕毁游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不过当时清廷觉得说 这个条约签了以前 而且是台湾是弹丸之地 无关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权的延续 所以就把这个案子否决掉 那否决掉的时候 当时在台湾岛内的士绅 当时除了成立台湾民主国以外 他们还想要结合当时在马关条约 还有割让东北 跟山东这里 辽东半岛这里 有关的外国国家 包含德国 包含俄国 包含法国 希望能够透过外交的干涉 能够割让台湾的这个议局 因为外交干涉而破坏 没办法履行 不过德国 法国 俄国 也因为日本刚刚是一个崛起的一个国家 他们也不愿意得罪日本 而且三个国家各怀鬼胎 每个人都想要拿到自己的利益 最后外交的干涉也不了了之 因此 日本人才能够顺利的从奥迪登陆 当时台湾里面就开始有人说 与其这样子 让清廷 让外国来干涉 还不如我们自己来自救 自己的家园自己救 所以说他们成立了台湾民主国 就开始部署 整个抵抗日本人的 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行为 甚至招募了一些兵勇 还发行了邮票 发行了一些官邻票 准备募集资金来做长期的对抗日本人 但是当时的台湾的一些官员 就是民主国 以民主国的所谓的唐景松大总统 他其实是不想战的 他是被台湾的老百姓半推半就的 这样怂恿登上了所谓的 在今天的中山堂这里 作为所谓大总统 可是他其实心里是厌战的 他是害怕的 所以说等日本人还没有来到台湾的时候 当时他就先跑掉了 他逃亡了 跑掉了以后 据说是从淡水 留塞北桃 坐着一艘英国船 然后就回到了厦门 回到厦门以后 当时的台北城乱成一团 当时很多的湖南勇 很多当时的军队 就把武器 酷银 整个撬开了 拿了钱都跑掉了 所以整个台北城陷入混乱 所以当时就在李春生 还有一些洋人 一些商人的检合之下 准备跟日本人谈判 说是不是我们让你进台北城 但是你不要屠杀 所以当时有主战的 也有组合的 也有说真的就是弃台湾而不顾 落跑掉的 都有 不过最后他还是这样子顺利进来 就是日军还是几乎 但有碰到一些抵抗 在登陆奥迪的时候 只有简单的当时的清勇 这个就是跟他打起枪 然后到了瑞芳 比较有顽强的抵抗 但是当时的这个义军 还有清廷自身难保 就是清勇自身难保 所以抵抗的并不强烈 那到了这一个基隆的思求林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战役 当时思求林本来是 雾峰林家的林朝栋 台勇在束手的 可是好像跟清廷的 从广东派来的这个清勇 不太合 所以两边这个意见不合 意见不合林朝栋就撤回 被调到这个台中去驻守 所以思求林就在这样子 广东兵跟台湾兵不合的情况之下 就这样子被日本人占领了 占领了 日本人就朝着这个所谓基隆河 往汐止 那有一个是这样传说 说当时 在台北城里面 这些商人讨论了说 怎么样去跟日本人谈判 当时有一个蔓延的小商人 叫做顾显龙的 自告奋勇说 我自动去跟日本人谈判 是不是能够让日本人 不要来屠城 就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走路 走走走走 当时已经五六月夏天 很热 他穿着这个白色的内衣 拿出来衫了 刚好远远的日本军队看到 有人在拿着白色的旗子 在那边摇啊摇啊 是 来投降的 是 就这么一个传说了 就是跟这个日本人这样谈 谈了 就带着日本人 从戏子 这样一路走到了这个台北的北门 那到北门其实并不是当时的顾显龙开城门 让这个日军进入北门 而是一个叫做城法的一个妇人 他就从这个北门城外丢了一个绳索 让日本人爬进去 然后开了城门进去 所以日本人就在这个六月八号九号的时候 就从北门进入这个台北城 那到了六月十五号十六号就举行使政典礼 这个是整个当时日本人 不非一兵一卒啊 就能够占领台北的一个过程 哇 所以呢 当时顾显龙很多人都有讲到那一段 就说他开了城门 带着日军进去 这是城法 一个富人 他去开的 那顾显龙是去协调 然后带着这个日军 一路从汐止走到台北城 所以这个必须要弄清楚了 不过到了台北城之后 日军开始要从北边往下面走了 对不对 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 他的推进 好像就没有像进台北城这么顺利了 遇到了一些抵抗是比较强烈的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台北这边 大概就是说基隆 台北都是算是台湾 当时已经整个台湾的经济重心 慢慢转移到台北 基隆这里 那等于 这里算是比较所谓经济发达富裕的地区 很怕战争 所以一怕战争 大家就自家的生命财产要先顾好 所以就抵抗的不多 可是他要开始往南 要到桃园的时候 经过所谓沿着大汉溪 到了三峡这里 就开始三峡的一些士绅 就集结起来 他们前后两次 在马祖庙这边开会 集会 说我们要怎么样抵抗 所以说当时在 与三峡士绅 苏利 还有大西的士绅 叫做江国会 集结了数百人 大家准备说 一定要让给日本人一个教训 没有办法让他们那么容易的进入我们三角涌 所以说当时在三峡就发生了所谓隆恩普之役 这个隆恩普之役大概发生在1895年7月3号 距离日本人统治台北将近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大概半个多月 以苏利为主的抗日异军 就攻击日本军队 沿着大汉溪的十二艘的运良船 当时的十二艘运良船 可能也是大义士荆州 但日本人 三峡的居民就大家表示欢迎 热情 就是有一点死诈 那这十二艘的运良船开进三峡的河口的时候 就全数被歼灭 大概击沉了六艘 38名的日本的四官兵 只剩下四个人 仓皇的逃回到台北 才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当时三峡的异军是大获全胜 这个叫做隆恩普治 不过这个也是当时 开始日军从登陆 一直打到三峡以后 单次牺牲最惨烈的一个战役 让日本人觉得说 我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接收 而是一个战争的 所以他们开始感受到 日本人要接收台湾 好像没那么容易 抗日异军 好像暗潮汹涌 准备抵抗日本人 是完真的就是了 因为他接收台北城的时候 觉得还没有这么困难 对不对 直到了这个战役之后 才发现原来真的有抗日的异军 而且有这么一说 当时他们要来打台湾的时候 去把仁久亲王 从辽东那边调过来 因为当时他们也才刚去接收辽东这一带 这个等于说仁久亲王 这个敬畏师团 其实还 这个兵马还蛮疲累的 而且另外一个传言说 当时明日天王对 跟以军方为首的这样子的一个内阁 对于仁久亲王好像不是很喜欢 所以说干脆就叫这个仁久亲王 没有不是很得人缘的 去接收台湾 等于说有点当这个替死鬼 或者当这个马贤卒 先去打看看 能赢的算是我们接收台湾 打输了 你仁久亲王等于说 在整个日本皇室里面 这一派比较不受到天皇喜欢的仁久亲王 牺牲了就牺牲了 所以说当时仁久亲王他来打的时候 其实是很长处之间来进行这个接收跟对台的一个战役 是 不过这个战役之后 是不是他还是获得了日本的军援 日方的军援 还是有这个 到了这个三峡以后 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发生龙恩普之役以后 当时的这个仁久亲王 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 可能真的要打了 所以说知道说在这一个下一个战役 也是一样在三峡的分水陵战役 分水陵战役里面 日本人开始知道 台湾人要抗日的决心的一个战役 当时的仁久亲王就派了三根少将 就组成了所谓的三根大队 其中组成三支大队 其中就以三根少将他的部队为主 开始来进攻三峡 以苏利跟大西江国会这两个人为主的抗日义军 当时日本人集结了将近有八九百人的队伍 当时的抗日义士大概有三千多人 但是在这个武器上 当然是日本人比较精良 抗日义军等于都是比较简陋的武器 最后本来是先胜 后来还是被打败了 经过将近快一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战役 抗日义军非常疲劳 最后分路撤退 后来才整个失防了 受到日本人的两面的一个夹攻 最后苏利跟江国会最后还是占了失败 失败以后 这个整个当时的日军就对三峡俑板桥 就今天我们看到了海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烧杀掳掠 对于当时三峡牺牲是非常惨重的 是 不过这个部分也让日军是感觉到台湾的义勇军 真的是全面的站出来了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压力很大 不过获得了军援之后 他们还是必须要把这个部队往南推进 对不对 那到下一个战役的时候 已经到了应该是第三阶段 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他们又碰到什么样的抵抗呢 当时日军其实面对的是 所谓的抗日义军的所谓的游击战 就是他可能一个小队搜索了 侦查了 或者运粮了 或怎样的 十几个人几十个人 就被抗日义军逐一剿灭 所以是防不胜防 因此日本人当时这个仁九亲王 跟这个总督华山之际 就颁布了说 无差别抵抗 就等于说 不管你是不是抵抗的这个义军 还是富人 还是各种其他 我不管 因为我这个游击战是 我没有办法分辨 不分辨 所以说只要是有抵抗的 只要是有看到这一个不服从的 是 无差别的这一个对待 就是只要你是阻挡我前进的 我就杀 不分男女老幼 他都要这个铲除 所以开始日本人感受到 这个要去面对抗日义军 这样的一个压力 那其中进到了这个桃园的时候 刚好客家族 客家族群他们平常都是比较应景的 比较所谓的忠孝结义 非常重视的 因此就当时在苗栗的铜锣湾里 有一个叫做吴汤星的 因为他跟当时的所谓的中部的义军的 所以他民主国的首领 秋风甲是同乡的 那这个秋风甲就推荐吴汤星 给当时的总统 这个总统 这个唐锦松 受吴汤星是所谓的义勇军的大统领 就像今天的民兵的司令 等于给他一个官房了 他想说 他就回到了桃竹苗这一带 召集了很多的兵马 比如说这一个所谓徐湘 江少祖 吕鹏年 邱国林 这些他就集合起来 总共几百个人 准备跟日本人 要沿南这样子下去的这个部队 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激战 曾经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大湖口 在杨梅利 就在今天的中立 都发生了很多次的这个游戟战 特别是 一直打到所谓在桃竹苗里面 一座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 就是新竹城 因为新竹自古以来 这个从雍正元年设立了淡水厅以后 就设在这个新竹这里 是统治大甲西以北 这么台北这么大的 一个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因此新竹他有竹城 所以说日本人进入了新竹城以后 这个异军想要去突袭 想要把新竹城夺回来 所以两次攻打新竹 那当时的异军就在苗栗重整 准备来攻打新竹城 那日本军队 他也在盘算说 这里唯一能守的可能就是新竹城 所以说就开始在新竹城也部署重兵 知道说这个你抗日异军 想要以新竹城为你的基地 来跟我们做持久的对抗战 所以说他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驻守了重兵 所以大败了这个吴汤星 他们所整合的这些抗日异军 当时有一个年轻人 就是北埔金广福的这个 所谓小老板江少祖 他就是在苗栗地区有名的 新竹苗栗地区有名开墾的 这个江秀兰的真孙 他只有20岁到21岁 他不幸被俘虏了 被俘虏的时候 因为当时也没什么身份证 没什么录影存证 到底谁是江少祖 只闻其名 不知道这个人 突然有人冒名说 我就是江少祖 原来这个冒名的人是江少祖的义谱 叫做杜江的 自己来冒名说我就是江少祖 后来被砍头了 杀死了 那这个江少祖看到自己的这个仆人 这么忠心的冒自己的这个名字 当时他也说 既然我的仆人都这样子慷慨负义 所以他自己就自杀成王 就是壮烈成烈 所以这个江少祖 有在这一场战役上死掉了 那死掉了以后 这个吴汤兴 当时为了要报仇 就夜袭新竹城 不过刚开始先打胜了 后来这个资源不足 能力不足 也后来败退了 退到了新竹的这个尖笔山 那随着这个仁九亲王 陆陆续续的这个援兵 他们就攻打到了这个苗栗 那这个时候的这一个 吴汤兴的这个部署 就吴鹏年 徐湘 最后他们就撤手 到台中的这个清水 牛马头这里 那吴汤兴就退到这个彰化 准备集结大军 准备在彰化八卦山 再做一个这个 所谓的决一死战 准备做这样的一个八卦山大决战 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他称是这个以卫战争最大的正面会战 因为我觉得这个领导人 包括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吴汤兴 徐湘 还有这个吴鹏年等人 都在这一次的会战中 这个死亡了 就是阵亡了 根据呢 这个八卦山的这个据说啦 这个八卦山的这个大炮 还在这个词役当中 还击伤了刚老师提到的 这个冷久亲王 是 所以呢 老师这场战役啊 能不能帮我们说明一下 关于冷久亲王 他是怎么死的 是 说法很多 很多 有人说在新竹北埔的时候 就被刺杀了 是 所以在北埔 有一个所谓的冷久亲王 殉难的这个纪念碑 也设了一个神社 那也有说在彰化八卦山的时候 当时冷久亲王 跟这个角岛少将 要去大杜西视察 八卦山这个台地啊 当时这个异军的部署的这个阵地 那当时的这个异军啊 看到说冷久亲王 跟很多的日本高级将领 在那边视察 就马上用大炮 轰啊 这样一轰 结果冷久亲王好像有受 受伤有这样的传闻 是 但是角岛少将 跟一个所谓的忠孝 是当场就死掉了 当场战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这样子 炸死了这个角岛少将以后 所以当时日军就开始 围剿这个八卦山 是 那当时的这个日军啊 就发动了数千人 那异军也有四五千人 两者在这里啊 激战八小时 发生最激烈的一个正面会战了 最后啊 这个义军啊 因为在武器 在整个士气 在整个部阵上面 是比较趋劣势的 最后啊 吴汤星 吴彭年 严云龙 这几个大将啊 都在八卦山的这个战役里面啊 战死 等于四五千人啊 习俗啊 这个战死 除了少数人 像徐湘啊 就脱逃了 脱逃了就到台南去找刘永福 是 那后来这个八卦山这个战役啊 到最近啊 人家在整修工地的时候啊 从这个八卦山山下 这个这个这个下面啊 还挖出了六百七十九的 七十九具的这个遗骸 是 最后在这个遗骸上面啊 就是在八卦山这里啊 成立了一位抗日纪念碑的一个公园 来以安慰这些啊 因抗日而死亡的啊 这些啊 中烈的这个啊 这个英这个英魂 是 因此当时八卦山的这个战役 是非常惨烈的 也算是啊 日本人攻台啊 遭遇到最大的一次抵抗 但是也是最后一次啊 大规模的一个会战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台湾 这个义勇军 这种抗日义勇军 大概是首度的使用重武器大炮吧 对对 因为当时在桃竹苗打的时候啊 刚刚老师讲的都是游击队嘛 武汤星啊 或者这样 有像刘永福军援的一些东西 那刘永福当时守在台南 是 就把一些炮火 把一些好的枪 是 就调到了这一个八卦山 准备啊 以八卦山为天险 来抵抗日本人的这个前进 是 来延传这个啊 所谓在台南的这样的一个守卫 所以 精锐进出了 不过还是最后功亏一篑 还是失败了 不过这一亿之后呢 日军还是继续往南推了 我们就要讲到第四阶段了 那第四阶段就是台南的部分 对不对 台南那个部分我们知道 那时候坐镇台南的是谁 就是刘永福 对 可是刘永福的心态 大家好像都很质疑 他到底想战还是不战呢 当时 其实日本军队 他就分 兵分两路了 刚才讲说 人久清王到底在哪里死的 是 也有人说 他在八卦山的时候 就被打死 所以说 当时 为了把这个消息 掩盖下来 就派他的弟弟 真爱清王 因为他两个长得很像 所以说 这个真爱清王 就率队去去南下 而且还坐船 登陆了嘉义的布袋港 就好像说真的 人久清王没死 他就是 有个分身 来准备在嘉义布袋登陆 以及 从这个 八彰化 云林 这样子路路上去 就两路夹攻 包围 这个台南城 但是 当时的台南城 整个我们要先看一下 当时 台湾 整个所谓的 抗日义勇军 或者清军 他的部署 大概不到百营 大概 三万多人 但是大多数 这个民兵 或者新进来的 一个军队 因此 实际上人数不多的 那日本有多少军队 大概 连海陆加起来有七万多的部队 所以算是多的 大部分的军队都是部署在 大概在台南这一带 有20营 将近一两万人 等于说 自重兵在这里 可是 当时 日本人觉得 直接打台南 危险 而且在台南里面 有一些外国传教士 觉得 两方面这样子 直接打上去 对老百姓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出面来调停说 是不是你们可以坐下来谈 大家来谈 那当时的刘永福 根据 这个是日军 他们的战地记者 所写出来的 刘永福曾经写信 给这个仁久亲王说 想要谈判了 不然 这个不知道是 这个拖延技术 还是 他真的 刘永福是 要求详 求详 但是 日军就觉得 我要打你很容易 没有给他任何答复 回局了 然后当时的巴克里 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 跟外国人 有做了这样调停 也得不到答案 得不到答案的话 刘永福看了就怕了 所以 日本人还没有进入 台南城的时候 刘永福据说 就伪装 搭了一艘英国船 就回到了厦门 而且 搭这艘船的时候 日军还差一点 抓到了刘永福 刘永福据说 是躲在这个引擎 那个所谓的货舱里面 假装是一个商人 重新翼龙 改变了这个面貌 这样才逃过一劫 台南城就群龙无首 所以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抵抗 这个日军就很轻松的 就进入了台南城 就是接收了这个台南 这个已经大概10月底 11月初的事情了 整个从5月在奥底登陆 到10月11月到台南的时候 台湾民主国在台北失线 在台中也失线 到最后到台南也失线 所以等于台湾民主国就这样子崩溃了 群龙无首 台湾的义勇军只剩下少数的客家义军 或者各的民兵 以及单独的这些所谓的抗日制式 这个嗷嗷逮捕 自己来顽强抵抗日本人的抗日 但全面性的对日抗战 已经大概都是大肆敌定 大概到11月的时候 整个台湾都已经被日本人所接收 剩下少数的零星的抗日的一个事迹 所以今天我们是为各位听众 从台湾的北部开始一路到南部 回顾整个以卫战争重要的战役 许多医勇军都留下了许多的足迹 包括了现在八卦山的公园 那边刚老师还说 还挖出了许多的乙海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到台湾的话 也可以到当地去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这个博洋文化的社长 也是台湾史的专家 杨廉甫老师 带我们走进时光隧道 看见当时台湾义勇军抗日的整个过程 老师谢谢 谢谢